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之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更新几条消息,首先,总决赛重演,勇士123比107击败凯尔特人 汤普森轰下34分,但他昨天最喜欢的一个球却是在防守端 把一个人盯满猫下来的感觉真的很棒 汤普森说道,我想,我已经四年没有这么做了 那可能是今晚我最喜欢的时刻 四年,真的那么罕见吗?事实上可能更久了 我曾在2015年或者2016年对阵国王的比赛中,有过一次钉板大帽 汤普森回忆到,那听上去就像是一块砖头击中了篮板 除了那个球,我真的想不起来什么时候还做到过了 所以,是的,太棒了 勇士记者翻出了汤普森所说的那个球 实际上更加久远,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 那是2014年对国王的一场比赛 当时的汤普森还只有24岁 他钉板大帽了国王的雷迈卡勒姆 回到队绿军的这场比赛 汤普森攻守居家 他不但轰下34分 而且很好地限制了塔图姆 整场比赛,塔图姆21投6中 只得到18分 重伤归来的汤普森 确实没有以前快了 但他很强壮 格连调侃他甚至可以去拿大前锋 汤普森钉板大帽塔图姆 是勇士本场比赛防守端的一个缩影 赛季至今,勇士的防守效率只排在第20位 但是面对联盟进攻第一的吕军 至少这场比赛 勇士打出了冠军级别的防守 这只是凯尔特人在27场比赛里 第5次得分低于110分 勇士将吕军的投篮命中率限制在43.7% 包括三分球40投12中 这也是吕军本赛季第6次命中率 没达到45% 也是第6次没有命中超过12个三分球 吕军本场比赛的17次主攻 追凭赛季最低纪录 在韦金斯确证的情况下 科尔让汤普森去主方塔图姆 这一挑战让汤普森兴奋不已 除了汤普森、卢尼、格林、库明加等人 也都对魏力均核心 呈现了很好的防守效果 塔图姆在面对勇士这场比赛前 14场比赛出手20次以上 而那14场比赛 塔图姆场均35.1分 从未得分低于26分 这场球 他出手21次 只得到18分 而科尔赛后表示 克莱很棒 他的防守非常出色 他很强壮 他最好的地方可能就是他的身材 以及他能对抗运动能力出色的球员 例如塔图姆 他高大强壮 运动能力 然后 克莱的身后还有卢尼和追梦的支持 这种感觉很好 他们是我们顶级的轮换球员和场上交流者 克莱今天打得非常棒 另外 碗狂烂于击倒 扶大杀之将青 这句极富英雄主义色彩的谚语 不仅仅适用于球员 也适用于教练 勇士队之所以成功 科尔的能力也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原因 目前科尔与勇士队的合同还有两年 本赛季的薪水为950万美元 金次与马次主教练的1300万 可以说勇士队若想一直保持竞争力 是一定要留住科尔的 但在最近科尔却遭遇了挖墙脚 据明镜OJ爆料 NBA已经有多支球队 通过各种关系接触科尔 希望能够与科尔合作 据其对他最有兴趣的是杜兰特所在的篮网队 杜兰特曾被科尔指教过 对于科尔的能力很是推崇 为了科尔不被挖走 明镜OJ透露 勇士也已经向科尔提出了续约的想法 但科尔的团队并不急于续约 在科尔这边还有下文的时候 勇士队还有一份合同也值得去提前部署 那就是总经理麦尔斯的合同 麦尔斯的合同将于明年6月底到期 但据消息人士透露 在续约普尔之后 勇士开赛的战绩不理想的情况下 勇士队与麦尔斯的谈判陷入了僵局 勇士队似乎有意在考核下麦尔斯的交易能力 之后再考虑续约的问题 麦尔斯曾于2014-15赛季与2016-17赛季 两次荣英NBA年度最佳经理人 据悉麦尔斯是非常喜欢勇士队的 在这里他倾注了10年的时间 选中科尔就是他的得意之作 但是光从荣誉看 似乎是很不错 但是有一点还是很被人诟病的 那就是自从签约了杜兰特之后 在少有拿到出手的操作 或者也可以说几乎毫无作为 他之所以能够两次荣英NBA年度最佳经理人 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在于维斯特 维斯特曾以辞职作为要求 或使克莱与勒夫的交易没有成功 这才铸就了水花后场组合的基础 之后杜兰特的加盟 也是维斯特和库里 格林联手招募过来的 麦尔斯起的作用非常的有限 自从维斯特被快船队的鲍尔默高兴挖走后 麦尔斯唯一对于团队有帮助的操作 就是用杜兰特走势交易得到的拉赛尔 从森林郎换来了维金斯和现在的库明加 而作为对比的就是维斯特去到快船后 不但弄来了乔治 还在胡人的眼皮子底下 得到了伦纳德的加盟 虽然遭遇了伤病 但也能够看出麦尔斯的能力确实不算太强 如果他当时能够在勇士陷入伤病潮的时候 果断地交易伦纳德或者乔治 再利用勇士对的传切和医疗体系 仅最大可能地保证他们的健康 恐怕现在库里已经五官在手 早都超越詹姆斯了 眼看交易日临际 这就是麦尔斯最后的机会 如果他运作得到 那么老板拉克布 必定会为他奉上续约合同 否则只能是被炒鱿鱼 为了留在勇士队 麦尔斯有必要进行一笔震惊联盟的操作 最后 在勇士战胜凯尔特人之后 社交媒体上非常热闹 有吹嘘库里的 有称赞克莱的 有嘲讽塔图姆的 也有调侃韦金斯 称赞库明家的 然而 不少勇士球迷在获胜之后 也没有打算放过他们的 替补中锋詹姆斯·怀斯曼 大部分人都对怀斯曼 进行了各种冷嘲热讽 更多人愿意相信 如果怀斯曼出场的话 勇士很可能就会输球 甚至其中大部分人 希望怀斯曼可以一直在 圣克鲁兹勇士 金州勇士发展联盟球队效力 再不要回到球队大名单 现在只要谈到怀斯曼 好像基本大家给出的 都是负面评价 当然了 考虑到他生涯 截至目前的表现和状态 怀斯曼背骂 也是正常的 新秀卡三年 实话实说 怀斯曼确实已经在成为 水货榜眼的路上 越走越远 太期待着 怀斯曼能够打出榜眼的实力 统治内线攻防 这并不实际 估计除了勇士管理层 已经没有人相信 怀斯曼可以成长到 那个级别了 勇士主帅科尔的做法 深得民心 也正是他多次放弃 使用怀斯曼 这才导致管理层 接二连三 把他下放至发展联盟 避免怀斯曼面临 无求可达的窘境 无法成为 那个可以统治内线的中锋 这并不意味着 怀斯曼的NBA生涯 他会在新秀合同结束之后 戛然而止 既然成材的道路 看起来不见实际 脚踏实地 作为一名蓝领内线 凭借着怀斯曼的身体天赋 他还是有机会 完成这项任务的 在发展联盟 效力了一段时间之后 在库里 格林 伟晋斯三人 轮秀的情况下 勇士管理层 曾召回过怀斯曼 以曼尔斯为首的勇士高层 希望科尔 可以给怀斯曼一些机会 在库里等人不在的情况下 让怀斯曼 实践他在发展联盟的进步到底如何 然而 满打满算 对阵爵士 科尔就给了怀斯曼 五分钟的出场时间 科尔的意思很明显了 让怀斯曼出场 是给管理层面子 不让他打下半场 是为了球队考虑 这种情况下 勇士管理层也很清楚 一旦库里回归 怀斯曼铁定会再次遭到DNP 在勇士打不上球 无奈之下 勇士在怀斯曼回归 直打一场比赛的情况下 再次将他下放至发展联盟 勇士管理层的这波操作 让怀斯曼遭到了数不尽的吐槽 甚至不少人认为 怀斯曼会因此心态崩溃 然而 他却坚强地面对了这一切 并且用实际行动 证明自己能重回NBA 111-100 圣格鲁兹勇士战胜南亡湖人 他们只赢了11分 而怀斯曼却轰下了24分时 篮板二抢断 最关键的是 怀斯曼的在场正负值达到了加29 与怀斯曼对位的杰呼夫投篮 尽有16中午 个人只拿到10分6篮板 显然 怀斯曼打爆了呼夫 换个角度 当怀斯曼下场时 圣格鲁兹勇士还输了18了 4000球迷们一直不满 怀斯曼连发展联盟都打不明白 他在发展联盟的前六场球 正复制全部都是复输 一共为辅39 如今 怀斯曼总算是证明了自己 而他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把目前的状态是势头保持下去 逆征在下一次机会到来时 抓住他 连续多次被科尔弃用 怀斯曼在心态上已经有了改变 其实 在回归勇士后的短短5分钟出场时间 怀斯曼就已经给球迷看到了 他有一个不一样的态度 不管是为队友设置掩护挡差 还是在篮下卡位拼抢篮板 怀斯曼都非常积极 他就像是一个篮领中锋一样 暴揽着各种脏活累活 从防守做起 而不是一心想着进攻 当然了 目前来讲 怀斯曼在篮板 卡位 挡差方面做的还不算很出色 他的掩护质量还很一般 但至少他已经有愿意 往这方面发展的心态了 勇士管理层一定还会点怀斯曼机会 为照机会让怀斯曼回到勇士阵容当中 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管理层还不死心 另一部分原因就是 怀斯曼现在的交易价值实在是太低了 他本赛季的薪水为960万美元 拿着怀斯曼960万美元的合同 去市场上寻价 说实话 目前的他很难换回什么优质筹码 如果想要换回一些高价值的球员 勇士甚至需要搭上选秀权 未来管理层一定会让怀斯曼回归勇士 再看看效果